在表演的時候 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是完整的 是有自信的 國小畢業到國中的那一個暑假 然後 然後 就是一個意外 然後 讓我成為了一個 被 性侵的受害者 那個老人他其實是下藥的 然後他讓我喝了那個湯之後 我其實就整個暈過去 所以我再醒過來的時候其實是被痛醒了 然後覺得下體無比的疼痛這樣子 那個感覺就真的覺得 自己的身體裡面被重進了一個 骯髒無比非常污秽 然後充滿了羞愧跟罪惡感的 一個東西在身體裡面 是我人生當中 天崩地裂的一個開始這樣子 對人群已經不信任了 然後跟 父母親跟家人的距離也越來越遠 就真的把自己的生活 活成了一個受害者的姿態 在巴黎念書的時候 有一天放學回家的時候 就突然間看到一個海報這樣 就寫著墨具工作坊招生 然後我就去了 就在我這種很勇腫很肥胖的身軀之下 我找到了一種很自在的感覺 我再回頭看 我會發現當時的那個選擇 為什麼會選擇墨具 它其實不是偶然的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是不說話的 很孤單的狀態 它其實是真的很像墨具 是沉默的 其實我的父母親一直到他們過世 都不知道我發生的事情 2010年做了一齣戲叫做《孩子》 那孩子講的就是13歲那一年發生的事情 其中有一天演完之後 有一個大一的一個男生 後來我們在擁抱的時候 他在我耳朵旁邊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 謝謝你 你也講出了我的故事 我覺得《孩子》這一齣戲 他讓我真的第一次 好好的去面對童年的那個創傷 然後想要透過自己的努力去 改變一點什麼東西 墨具出手是一個很即興的一種表演的方式 我走到哪裡 然後我就跟人群互動跟環境互動 就從12年1314一直做到現在2017年 走入街頭我覺得 它的確是一種療癒 就是我覺得我真的逃離人群太久太遠 所以只要是在表演的狀態 在人群當中表演的時候 你真的會享受當下 看到群眾因為你的表演而笑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面就會自然的微笑 然後覺得原來笑容這麼美 而我自己有這麼多長年以來 把這個自己的笑容壓抑得這麼深這麼深 墨具對我來講 我覺得它會在這個時候出現在我生命當中 它一定有它的意義 所以我也很想看這件事情它陪著我 跟著我的生命可以走到什麼地步 什麼境界 也許有一天我不想再做墨具了 那也沒有關係 至少它陪了我 我人生當中很重要的一段時間 它某種程度療癒了我 然後我也透過墨具 可能也療癒了一些受傷的人